众所周知,台风属于无可奈何的自然灾害,在前不久的时候,美国重要军事基地被马利亚摧毁了,就连附近战机都惨遭损失。 在该地区,有不少战机已经不能使用,而马利亚台风不仅没有消停,反而得寸进尺,更加强烈地朝着西北方向前进。 据海外网近期报道,马利亚台风估计有16级左右,就连美国空中加油机都被毁坏了。 这可是美国主力加油机,一共就只有制造800多架,想不到就这么被摧毁了。 有不少国家也从美国收购这款加油机,其中包括了土耳其,以及新加坡,甚至连法国也参与了进来,其单价就已经超过了1亿美元。 由此可以看出,美国对于这款加油机非常重视,由于台风太过强烈,美国具体损失并没有透露出来,但是就连战机都被破坏了。 这是美国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事情。 然而,还好美国在关岛才有其他空中加油机,以及相应战机可使用,不则美国这次就损失惨重了。 在七年前,日本也发生过一次栗战海啸,让日本战机损失了接近20架,直接被海啸吞噬了。 日本花了三年的时间,才将损坏战机修复好,其费用就达到了8亿美元。 美国这款战机可是日本价格的好几倍,其数量也还在统计中,想必美国内心都在滴血了,确实是个大损失。 美国在海上发展一直都非常高傲,认为海上没有谁可以阻止自己,想不到这次吃,了台风的亏,直接损失了加油机和战斗机。 特朗普可以说是由股东民地方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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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